最聪明也最会耍小心眼的小金鞭 琪琪今天毕业了 放以前的是拆家暴冲 铺人追车 恶果累累 庆竹难输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她波澜壮阔的狗生 就是小黄毛 胡作非为 在东升少馆所接受新思想 争作新青年 洗心革面 让她重新做狗 主人一会儿就到 我们先听听她主人怎么说 屏幕前的各位 来给琪琪也一起打分 看看她的表现能不能回归家庭 拥抱幸福 琪琪来了 然后给你看一下都学会啥了 这个牵引随行 人停下狗坐下 开车 爬个 爬个 爬 定延缓 像琪琪以前在你们家的时候 也说不了习惯 在没训练之前 你自己说说 跟大家说一下 视频上 让她下楼六晚 然后看见车 所以后来就是一扫手就没了 喊不回来 就是看到人就兴奋 就好好叫 对 往身上扑 往身上扑 报冲 报冲 看见很多狗喜欢坐电瓶车 然后坐了 它也不下来 就是控制不住 就是你往上一放 它就喜欢往上跳 然后那个 它追电瓶车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还追不追 然后自己定在这 然后电瓶车围着它照 牵着它你自己练一下 我们教你怎么弄 你手牵绳子的这种方法不对 手放松在枯线这个位置 然后呢 绳子是垂直的 放松的 当它往前有点崩直了 或者怎么样 就这样抖它一下就可以了 对 很好很好 很好 握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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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手